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小军这次断考的成绩如下 要求小军这次断考的平均 各科的成绩如下 那么它的平均是多少呢 我们就先将国因数字设 各个科目的分数来做加总 然后除以5 因为总共有5科嘛 所以说我们来算一下它的平均 算出来5科的总和为405 那么科目数为5 所以说405除以5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平均为81分 所以说这个填入81分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来做另外一个思考 如果用80分当做一个基准 那么国文科就是少了5分 我们计为-5 英文科就是多了1分 我们计为加1 数学科多了10分 所以加10 自然科少了2分 所以减2 社会科为加1 那么以80分为基准的话 它的对应的值为这些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由80分为基准来看的话 每科与80分的差值为 -5加1加10 -2加1 那么差值的平均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将差的值 全部做加总来除以5 我们这边要算的是 差的值的平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5加1加10减2再加1 算出来是5分 所以说它等于5分之5 也就等于1 所以说它会等于1的话 因此这个断考的平均 也就代表说 全部的差值之后 它还有加1分出来 那么以80分为基准的话 还有加1分 也就代表说断考的平均分数 就可以直接用80来加这1分 也就是等于81分 所以说如果之后 你要来算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先利用 一个估计值 你可以先估计 它的平均大概是80分 那么接下来 你可以去算80分 和各颗的差为多少 因为我们在算 -5加1加10减2加1 比起来 它是相对于 75加81加90加78加81 来得好算 因为数字小 那么这些数字 差值的平均 算出来之后 再用我们的基准分数 把它加上去或者减掉 那么这就是它的平均分数 它是不会有问题的 原因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国文科 我故意把它写成80减5分 英文科 故意写成80加1分 数学科 故意写成80加10分 自然科 写成80减2分 社会科 写成80加1分 那么要算 这些科目的平均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将 这些科目 全部做加总 那么我们现在 把它来做加总 这边全部改成加法 那么这边改成加法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来算平均 除以5个科目来算平均 那么我们先将80的整理在一起 总共有几个80 1 2 3 4 5 5个80 所以说整理在一起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可以分值的地方 写作5乘80 然后再继续将后面的数值 一一写上来 减5 加1 加10 减2 加1 那么这些数值来除以5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给分成前半段 以及后半段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 前半段的这个部分 5乘以80再除以5 它算出来会等于80 那么后半段呢 算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这些 差值的平均的意思嘛 -5 加1 加10 减2 加1 后面差值的平均 所以说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为加1 所以说它的平均分数 就是这样子来计算出来的 等于81分 所以说我们都可以透过 先估计它们的平均 然后做一个差值 把差值平均之后 再加上去我们的估计值 这样子就是它平均的算法 如果一笔资料的数字 非常多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会比较简单的哦 好 好 谢谢大家